今天是下议院本次会期的最后一天 通常是会期里最忙碌的一天 过去几天政府都动议取消休息时段 直接意识到下午 偏偏今天副议长拿到难力宣布 下午要暂休 结果引来在野党议员质疑 还有许多事务还没完成 为什么要休会 为什么要休会 在三名国会议员参与网络安全法案的辩论后 主持会议的难力宣布暂休 引起了在野党质疑 难力解释自己只是按照议会常规行事 因为今天没有政府动议 取消休息时段 只好按照原有规定 恢复正常作业 从下午一点暂休 一直到下午两点半 西蒙市乐洞区国会议员雷尔 随后也站起来 斥责打击邮丁的质疑 意图不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